你刚刚问了一个主要问题 就是中共这么多动作 有没有产生正面效果 所以如果我们刚刚把它盘点下的话 看起来是反应效果比较大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这几年下来 大家越来越感觉到 中共的这个战略的威胁 对大家大幅增加 所以大家必须回应 你才看到刚刚讲说 日本 韩国 菲律宾 欧洲国家 会有这么激烈反应 是这样来的 现在有点味道就是说 以前是谁讲台海 中共就欺负谁嘛 现在就当然 那就大家一起讲好了 大家都讲一遍 就很难就是说 那很难就是你每个都去针对 但是核心问题是什么呢 核心问题是 美中的敌意是大幅增加 而且看起来很难降下来 不管你双方怎么谈 怎么解冻 最后那个核 就双方对抗那硬核 还是这样都跑不掉的 美国战略现在很清楚了 西线就是要打败俄国 东线就嚇阻中共去打台湾 但是你说会不会真的打起来 除非有一方误判 否则不太可能 所以比较看起来就是 在外交战略各方面斗而不破 因为是中共是没有力量 真的破这个局 美国是想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 所以美国不愿意破这个局 大概是这样 对台湾来说 就一旦国际形势形势这样的时候 大家都在帮我们反共的时候 我们真得看懂 我们不但要看懂 而且我们好好利用 这千斩难逢的机会 把台湾的实力在家壮大 然后看看将来能走到哪里去 通理大哥 我们刚才讲了很多关于军事的东西 最主要的是 我们讲的全部的东西还是贺阻战争 不要打仗 那要贺阻战争里面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一部分 就是中华民国的决心 自卫的决心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美国为什么愿意花那么多钱 用什么兵海队 一大堆做一大堆东西 尤其跟那么多国家演习 因为现在花钱贺阻 比花钱打仗要便宜多了 或者在战后要重建 这种钱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你比一比的话 最好还是在前面花钱 贺阻战争 不让战争发生 不要等战争开始以后 那个钱花的就是非常非常大 所以这很重要 然后我觉得刚才我们谈过 中共往台湾的东边跑那些的 不要怕 因为他现在没有人阻止他 真的紧张的时候 他很难出来 他应该很难出来 而且最后一点就是说 我们说中华民国军队 有没有跟盟军有互操作性 有没有common operating picture这些东西 其实我在军中那么久 27年 我跟亚洲的国家都演习过 中华民国国军很棒 不要听人家讲什么叫什么米虫什么 我参加过汉光 从汉光18到38 然后还有看中华民国军人练习那些的 其实水准还不错 在亚洲来讲的话 应该是前三名前五名没有问题 所以不要听这些很奇怪的新闻 一天到晚自己骂自己 我觉得是很奇怪的新闻 所以要相信 而且最近国防部改变的东西 都是好东西 应该会是中华民国更强 所以台湾也说 愿意承担更大的区域的安全责任 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留言 按赞 订阅 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那么感谢各位长期对我们的支持 新闻大破解团队将持续为您制作 更有值的节目